這個作品很特別的是 它其實非常有日本的傳統風味 這個藝術家創作的概念是 他本來就是他覺得日本有一個很美好的傳統 就是他們會在家裡設置祭壇 然後去緬懷他們自己的親人 經過世的親人 但他覺得隨著日本年輕人生活方式的改變 這項美好的傳統已經越來越難維持 所以他就是用他自己化理域的專業 去創作了這個作品 那這個作品的理念就是 他可以直接將人呼吸的二氧化碳轉化成珍珠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展台上是 他拿花或者是樹葉放在他的 可以轉化二氧化碳變成珍珠的一個裝置裡面 就用呼吸的方式讓他可以變成 一層薄薄的珍珠外模 包覆在這個樹葉跟花朵上面 那他希望是透過這個方式 讓日本的年輕人 他們可以將過去親人 可能是母親或者是祖母 穿戴過的珍珠 然後取代祭壇的方式就是 每天晚上可能可以在家裡 透過呼吸的方式去紀念他們的親人 這樣子一個非常有人光來的一個作品 所以我們要去跟著 每天晚上有更多的